镜头带回台湾 这是一个美食背后的动人故事 这道菜叫做羊蝎子 样子很吓人 味道却令人惊艳 很多客人本来只是来尝鲜的 但没有想到就此成为老主顾 原来这道家乡菜 出自于一对大陆美女老板的手艺 这两个人相依为命 在台湾的新竹落脚 靠着自己的努力开创新的生活 现在餐厅每个月 可以进账50万新台币 几经改建新竹的这个集合住宅 传统眷村的气氛 激进荡然无存 然而在现代化的建筑里 却依旧悠悠地传出 来自顾桑的美味 这么的羊蝎子请办用 觉得很可怕 觉得这个蝎子怎么可以吃这样子 很可怕 对 可是吃了之后就会上瘾这样子 像蝎子吃起来很香 很好吃 对 这道菜的名称听来可怕 模样不明 所以绝无伤味的纤细肉质 与入口绵绵嫩嫩的胶质 全埋伏在骨头深处 筷子 汤匙全派不上用场 只好放下形象 口舌并用 才不会浪费暗藏其间的精华 很嫩 很嫩 就是麻麻辣辣的 还不错 吃下去之后非常的那个 就是你会觉得麻松带辣 然后好像慢慢慢慢又回甘 很特别的口味这样子 羊蝎子其实就是羊的脊椎骨 因为外形神似蝎子 取了这么个让人胆战心惊的名字 据说这道菜源自苏北徐州 这两年风行台湾南北 料理起来壮事平凡 也就大火爆炒 逼干汤汁 让配菜入味 但是要做出大陆原汁原味 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我本身常去大陆旅游 所以我就觉得它的那个味道 跟大陆的味道很接近 对 所以吃起来很有 就是不用花机票的钱 就可以去吃到那个 很有大陆的口味的那种感觉 这道菜的灵魂自然是羊脊椎骨 活水连续冲泡10小时 去除异味 血水 再用各种香料卤上2到3小时 辣椒 花椒 各种香料 是老板托人从大陆带来 珍藏的老卤指添不换 新鲜的羊脊椎 在卤汁的助阵下 展现了丰富的层次 卤汁不会不能换掉 一定要用老的卤汁 它才会煮出这个味道 这是我最拿手的羊蝎子 这是我们的招牌排骨凤爪 这几道家乡菜出自徐萍与张平洪的手笔 两人一个来自徐州 一个来自贵州 天南地北的反倒在台湾相遇 原本在医院里做看护 日子久了攒了些钱决定自行创业 其实就是我们喜欢吃我们的家乡菜 然后自己本来对吃的就很有兴趣 那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做看护嘛 然后我就找他说我们去把我们家乡味迎接来台湾 四年前两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店面 专卖大陆北方美食 选择了外省人聚居的眷村 原本以为这里的人会究竟消费 没想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没什么人潮 没人潮最重要 没人潮 对啊 朋友才跟我们讲 叫你们这个点不好 没有几家开得起来的 可是我们也钱已经投下去了 我们也没有回头路了 对啊 餐厅开在快速道路旁 车辆及时而过 人潮根本不会停留 当地的退休老兵 简朴过日也不大外食 幸好他们的食物量好实在风味又道地 老套闻商而来 一吃成主顾还主动帮忙宣传 我们就是朋友介绍来这边吃的 然后吃一次就上瘾了 在寻常的日子 还不到中午外头已经是瓜棚满座 两人在高温的厨房里忙到大汗淋漓 我们刚开始很努力 刚开始不到一年我们成本就回来了 五六个月啊 差不多有半年了 保守来讲 对啊 有半年我们就全部打 回来了 美女上菜了 白锅了 好久不见你们了 越来越漂亮了 很多客人在那里 在这边吃饭 吃完饭 又是就把我们当亲人 把我们当朋友了 时不时还给我们 还送个饼干 还送个月饼 我们觉得 真就很开心 资深留在台湾的徐萍张平红 互相扶持十多年 情同姐妹 虽然天天吵架伴嘴 但感情丝毫不受影响 就是我也留在台湾 她也留在台湾 我们就这样一辈子 当个亲姐妹了 就是依靠啊 就是互相依靠啊 于是又一道源自大陆的美食 在台湾找了落脚安身的地方 丰富了庶民生活的美食阵容 也见证了台湾社会的包容力量